Lio聊世紀天天的更新 大家好 我是Lio 今天來看中國人對上危機人 這場比賽是帝國戰爭的黃金之流 這場比賽是由YO對上Hura 現在來看一下左上角 大約四點鐘方向的紅色玩家是YO 選擇文明是中國 唉唷 選擇了自己的本命文明 算是本命嗎 本族文明 中國 中國的開局在帝國戰爭裡面 也會有這個村民優勢 這邊可以看到是32村對31村 通常村民領先可以來到兩村 一村半甚至兩村 所以前期YLio的資源體量就會比對手還要更好 這場比賽是黃金之流的關係 所以中間有黃金非常多 如果你想要控制這些黃金的話 可能還是要打海戰 所以YLio這邊要趕快先來蓋個碼頭 蓋個碼頭去造的魚床會比較好 那中國人呢 他是一個全能型的文明 三宮三訪都有 但是進攻方面稍微不太行 而且轉兵後期也沒有火槍喔 所以他不能打火炮也沒有火槍 碼攻路線的話沒有按血人戰術 但是有拇指環 所以這一點我覺得馬攻路線其實也是能打的 但是他也有駱駝 也有大衝車奴炮 後期路線攻兵步兵騎兵都是能用的狀態喔 那他有一個缺點呢就是沒有救贖思想的關係 最後是要招向對方的火炮啊 或者是工程器械的時候 大部分情況還是只能用自己的衝車 或者是用騎士喔 去拆解掉對方的工程器喔 那這邊中國人的海戰優勢呢 是自爆閥的 這個血量會比對手的還要多一些喔 所以讓他這個自爆的成功機率喔 會比較高一點 好這邊我們看到YL 這邊是 再來看一下這個精彩畫面 YL這一炸 把Hero炸到頭破洗流啊 OK 這一場比賽 Hero打得非常尷尬 本來跟對方五五開 現在變成 只有二八開 YL八分 Hero只有兩分的優勢 可以說是這個優勢淡然無存啊 OK 趕快升城堡時代 待會要轉奴兵 但升級來說還是領先啊 這個自爆船啊 打得真是漂亮 這就是中國的優勢啊 船一炸下去 變之有沒有 好 Hero這邊是點下了奴兵的升級 YL 這邊是自戰船開始點的出來 好 這裡4級要小心 有補一下 讓對手進不來 補兵點掉這邊 空兵 OK 最後還是有兩隻空兵活了下來 但自爆兵用 自爆船 又炸了一下 順利的收掉了三隻空兵 好 這張地圖真的是要打海戰哦 你跟他打陸戰的話很虧啊 尤其是要空中間這個海的地方 沒打海戰怎麼打得贏呢 好 那圍巾人呢 他是沒有火戰船的文明哦 所以可能還是要盡量轉出 奴炮戰 呃 轉出這個圍巾大戰船跟奴炮戰船 那奴炮戰船的價格哦 也比這個圍巾大戰船便宜哦 那圍巾大戰船呢 現在除了要轉更多的圍巾大戰船之外 如果海兵一直控不下來 可以考慮轉一些生旅 好 去控不下地圖 哦 這裡 四隻奴兵成功抓掉了四隻村民 這裡有一隻工兵也成功拿下了一隻 最後工兵還是拿掉了非常多村 現在看起來MBL哦 哦不是MBL Hira這邊是打得非常好的 有抓到一些村民稍微反殺了一下 側面的部分 開始有一定數量的圍巾戰船 好 遊戲時間來到了13分鐘 這邊兩邊都是城堡時代的情況下 哦 一瞬間點掉了一艘戰船 這裡戰船要小心 村民要過去中間蓋TC 還是要挖礦的樣子 結果被控制住了 好 主要戰船過來 而且現在Hira有彈道學 YO還沒有彈道學 這裡要特別注意 打拉打的話一定打不贏 但是YO打這邊也打不贏 現在一發就是一艘彈箭 Hira這邊拿到絕對性的優勢 好這邊稍微把火彈船給拉扯回來 這裡殘血的火彈船要小心 但是Hira沒有打算回舊的意思 要讓這個圍巾大戰船自身自滅嗎 沒有 反正是拉了一些村民過來修理 結果還是沒有修起來 好中間果然補下了一個城鎮中心 Hira這邊要開始挖金礦 發大財了 哇哦這邊是補下了非常多的自爆船 爆撲船又來了 Hira Hira 你有什麼策略啊 這個策略 你要不要散開一點啊 來來來來來了 不散開啊 真的要確定哦 YO 這邊在想要不要炸嗎 選擇要炸 炸了一發 第二艘過來 鐵劍 又炸成了三艘 第四艘又出現 但是沒有辦法啊 哇 還是被炸到了 YO最後是被炸到了頭破血流 雖然戰艦損失了幾艘 但現在這裡也有控海的優勢 現在YO沒有太多的資源啊 可以去產出更多的戰船 現在用自爆船可能就極限 但現在圍巾大戰船數量夠多的話 自爆船可能沒有太多的 機會可以靠近圍巾大戰船 除非YO這邊囤了個十幾台 爆破船 差有機會貼得到了 既然少量數量的話要貼近還是有點困難的 好 YO這邊是有點爆飯器的狀態嗎 自爆船出來結果卡在裡面 這個位置有點尷尬 出不去嗎 好 這麼可以出來 好 但是碼頭還是被解決掉了 現在 HERA在一個一個 把碼頭給解決掉 YO應該是放棄了 3TC 轉開農路線 HERA這邊也是3TC繼續農 等一下二級挖金 好 右邊補下了一個城堡 然後從右邊補一個城堡 重新補下碼頭的樣子 好 YO點下了帝王時代 HERA這邊也要點帝王時代了 現在YO在右邊補了城堡之後 並沒有馬上補碼頭 而是鬼轉騎兵路線 這邊突然有一波 好 小心肌定 開始被慢慢建造起來 HERA這邊的防線好像被突破 沒有看到 好 左邊開始有投石車開閘 HERA這時候有看到嗎 好 有意識到有危險了 好 趕快補一個城堡 在城堡中心附近 守住一下家裡的農田區 好 這裡直接造一個 防線 這個防線 蓋得有點頭部洗流 投石車最後達到幾隻村民 好 YO這裡 要思考的是 要不要 鬼魚打海戰呢 因為有時候 這邊左邊登陸投資的一些建索 也不會完全進行 好 鬼魚打海戰 OK 讓HERA這邊 專心注意這個地方 自己就有機會 可以把海戰的優勢給拿回來 但是HERA沒有打算 要給YO1人和一點機會 直接正面補了一根大橫堡 正面開吃 好 後邊的中國 點下的造船員 這裡現在有六個碼頭 好 附下三級馬海 看起來沒有打算要放棄下方進攻 海戰陸戰 我全都要嘗試看看 打不贏就算我輸 那現在YO是現在的想法 應該是這樣子的 現在HERA 要打贏陸戰的部分是比較艱辛的 因為海戰投資有點多 打陸戰的話 圍禁的成型也不是那麼快 兵工廠科技要一直研發 最快的成型方法就是轉出強弩 但是如果強弩投資太多黃金也會消耗的很猛 但我覺得這個問題應該對HERA來說不是太大問題 中間有獲得黃金的人 黃金的量應該真的不是太大的問題 好 畫面這裡 斯洛馬 成功的騷擾到了HERA的村民 HERA的村民稍微被受到干擾 HERA的巨型投資機正在開拆 這邊也是有巨型投資機 但是YO也沒有低時間 去轉出更多的單位去防守巨型投資機 那這邊就是我們開頭講到的 中國道的後期要反制攻城系列的話 只有兩個選項 不是用漏馬 破騎士哦 不然就是用大衝車哦 去直接點掉 但是現在YO也沒有補下更多的衝車 好 反而是三台巨型投資機 反殺了YO的巨型投資機 好 現在戰艦部分有點想要回顧哦 但是兩邊戰艦互打 還是維京人有數量上的優勢 一發就是一隻戰艦 YO的戰艦數量明顯不夠 好 但是這邊重機到重型奴炮戰船 有重型奴炮戰船的話 可能就稍微能打一些了 HERA這邊的戰艦有個問題是 沒有升級到維京大戰船 傷害還差了一點啊 好 這邊再繼續 夾住 但是維京大戰船數量還是依舊領先章中 好 HERA這邊有拉了幾隻工兵走到了 YO的 黃金礦的地方 下面這一部分 巨型投資機一直在拆除左邊這邊的違建 而且還按了少量的違金狂戰士偷抓村民 YO在下方直接被反撲回去 這一波 HERA守住了所有的地方 海戰 詹里的左邊的路戰 跟對方詹里的 登陸戰 全部三面打贏 YO這邊 還有機會嗎 98村 對上106村 現在經濟數量 還是YO領先 HERA這邊 只差了3000資源 好 單件的部分 想要繼續 尾經狂戰士有機會嗎 要再一刀 這個就得拿下了 HERA這邊太賺 這一隻 尾經狂戰士賺爛了 好 三台巨型投資機 哦是四台 開始拆除左邊這些馬舟違建 現在情況對YO來說相當不利 HERA這邊要打贏的話 應該算是比較 勝率偏高的那一方 畢竟這裡也已經深入到了後方啊 這裡也是偷蓋了一些 射箭場 一直在裡面偷偷射射 好 那裡面的 圍堅狂戰士 這裡撞到的PC沒有空 現在圍堅狂戰士 數量也沒有很多 HERA這邊還是想要穩住海戰的部分 海戰的部分 稍微回農了一些 好 這裡拉了一隻村民過來慢慢修理 好 現在看起來 YO是暫時沒有辦法 再繼續從下發進攻 好 按了幾隻中國連弩 反擊了奴兵回去 這兩個射箭場要找個機會先趕快解決掉 海戰部分 戰船也在繼續按 只要海戰的數量能打贏 中間這些礦島就是可以成為自己的 現在HERA站著自己有 中間島嶼的優勢關係 黃金兵可以端一點 哇 YO這邊就很痛苦了 黃金只剩下那兩個小戳而已 好 這邊海戰 HERA這邊的黃金還在繼續開挖當中 好 左側的維京狂戰士 還在繼續騷擾 但左邊這個挖劍村民沒有被發現 現在維京戰船數量來到了13艘 數量一直沒有穩定起來 反而是WOW的戰艦 開始穩定了 9艘戰艦又在繼續往前 兩邊的戰艦數量開始互相持平 好 那維京戰船沒有精銳版本 那重型牛炮戰船還是稍微有點吃力啊 光是傷害來說就有點差距了 到這個遠距離防禦力 都是不太一樣的 WOW這邊補下了三級攻 巨型投射機 再一次架了起來 現在HERA的唯一的火炮戰船 要找機會去點巨型投射機嗎 但是好像有點危險 好 回頭 雷炮 最後還是要投資一下 金瑞 維京大戰船 還有30秒的時間 好 後方的射箭場 只有用一隻肉馬稍微去控制一下 好 結果後面還是沒有放棄 繼續補下了馬舟 這邊想要再搞一些事情 結果 QRAR這邊 伐木的村民 反而被WOW給抓到 好 這邊開始反殺了一些村民 好 這邊終於升級好了精銳版本 遠防終於來到了8點 攻擊力是8加4 12點傷害 呃... 好 這邊肉馬直接往前 竹城戰法 但是右邊沒有城門 肉馬還是順利的 跑到了後方 開始對巨型投射機一段輸出 收掉了一台之後 第二台第三台 在依序追捕當中 好 這裡又拿下了一台巨型投射機 但是怎麼有幾些肉馬跑去左邊了呢 這邊後方的聰明 趕快修理 希望可以把巨型投射機給修起來 最後只剩下一台 又搶救成功 好 HERA這邊的火炮戰船 還在努力輸出當中 但是現在戰艦數量 好像還是HERA 開始慢慢成型的起來 中間那個城堡 趕快繼續修理吧 好 現在海戰只要打贏 這兩台巨型投射機又拿下 完全是一如反掌之勢 這裡中間看好不好補線 微鏡狂態勢 去防守一下巨型投射機 GGG 沒了 好 巨型投射機 看來不用防了 這裡直接用微鏡大戰船 過來手撕巨頭 這個方法確實快 那後方的洛馬好像有點麻煩 OK 最後的四台巨型投射機 還是被HERA 順利拿下了 YO這邊黃金已經歸零 只能靠洛馬 再蹭一下下 沒有黃金的YO 對上有黃金的HERA 這個對決有趣了 好 洛馬繼續追戰船 好 現在火炮戰船可以再重新產出 YO這邊是繼續走洛馬路線 洛馬還是比較有機動性 好 但這邊又看到一根城堡 哇HERA這個寶蓋的位置很好啊 直接控住了右邊大半部的資源點 而且是木頭 在這個地方 安全的墓區是很重要的 好 HERA這邊是補下了非常多的軍營 看來要轉槍兵路線了 但維基人的槍兵路線是沒有大槍兵的 但是他的槍兵 確實遊戲裡面寫最多的槍兵文明了 好 血量高達66滴血 但缺點呢 是這邊有大槍兵 但還有這個銀罐技術 酋長可以彌補 重裝長槍兵對騎兵的傷害不足的問題 好 但這邊又是被抓了幾村 包這邊直接補下了拇指環跟彈道學 走 反攻兵路線 好 這裡有28艘的圍巾大戰船 守護著巨型投司機 最後放好兩艘自爆船 也備不持秩序 三台火炮戰船 開始拆除左邊的城堡 現在在這地戰來說 HERA是有優勢的 所以這邊想要打贏的話是很困難的 好 這邊展出了一些戰毛兵 然後開始穩住右兵的局勢 好 外奧這邊用少量的黃金 擠出了幾台巨型投司機 開始攻城右邊 結果這邊肉麻上前想要收掉巨型投司機 結果HERA的一個檔 加上大量的圍巾大戰船的防守 最後還是收下了這台巨型投司機 後方城堡終於又被修了回來 結果還是自己的城堡 被三台巨型投司機順利拿下了 這邊高打低 打低出城堡是相當舒服的 好 HERA這邊有點受不了 趕快點出 裝甲步兵的升級 反正黃金多嘛 投這個裝甲步兵也不會怎麼樣 好 下方兩個 通過連弩 太在持續騷擾當中 好 HERA點下二攻 好 海戰部分這邊炸了一波 守護住了火炮戰船 海爆破船放個幾艘在後面 守戰船還是很有用的 但是現在HERA抓裡一直有肉麻在騷擾 好 右邊這個木屑被砍得有點慘 下方部分這裡也是 一直都有肉麻到處騷擾 在YO補下了弩兵的升級 突然想要走弩兵的進攻路線嗎 好 這裡有看到非常多的軍營 應該是下意識覺得 哎呦 肉麻愛這麼多 你應該是出槍兵吧 但我們HERA這邊是選擇了雙手劍兵 民兵性的升級 那民兵性升級出來之後 如果YO還在打 攻兵路線的話 那還是可以讓YO打出非常多的優勢 好 這裡圍巾大戰船有點發呆 一直在打建築物 後面還有15胎的紅包戰船 開始殺的出來 好 肉麻上前應戰 但是完全不是雙手劍兵的對手 好 這裡有一坨肉麻 開始又在砍HERA的村民 HERA這邊戰毛兵有點扛不太住 強奴趕快轉出來 有強奴打劍兵 是非常舒服的 好 右側的所有軍医 已經被三台巨型頭司機順利拆除 HERA正面已經窮的只剩下錢了嗎 42個人在挖黃金 海戰的部分也沒有完全打贏 YO到底是哪來的這麼多的黃金啊 可以一直繼續打黃金兵的強奴 誒 他的黃金到底是從哪裡來的 但是確實像黃金是鬼靈的哦 還是真的是純靠買賣呢 好 HERA這邊一直在買 買木頭 YO這邊則是在賣木頭 所以YO這邊即使沒有辦法挖到中間的黃金 也獲得了很好的黃金的買賣 難怪有這麼多黃金可以用啊 就想說奇怪了 YO這個黃金應該已經斷黃金很久了 我沒有想到 HERA這邊瘋狂用黃金去買資源 這個舉動反而讓YO變成了救命線 因為世紀帝國的買賣哦 是會因為對手跟自己的買賣哦 會出現價格的浮動的 好 這裡的兩台狙擊頭司機 看起來又被漏馬給解決掉 YO這邊的漏馬打得非常漂亮 所以我這邊有點尷尬 想要攻城但是每次都攻不下來 好 但是這邊微晶大戰船的速度非常漂亮 但是右側這些狙擊頭司機該怎麼解決呢 甚至還有肉馬在後面保護著 家裡正面沒有太多農田 要轉出槍兵出來或是劍兵有事都不太好 左邊部分稍微用肉馬擋一下 這裡已經有足夠多的產能 可以對HERA的左邊造成嚴重的打擊了 右邊這邊步步推進 三台狙擊頭司機成功拆掉城堡 神聖中心也拆掉了 好 但是HERA並不會坐以待避 拉利陀劍兵勇士想要指導防龍 但是正面的城堡快要被蓋起來 劍兵勇士想要是霸絲滴血 還沒有來得比得上白血的 揚美尼亞的白血劍勇 這邊劍勇有點尷尬 卡到在這個位置 要移動也不移動 也不是辦法 移動的話也會被城堡給射死 這裡牆子有點衝過頭了 追擊頭司機繼續往前 HERA最後的防線是這根城堡 這個城堡也掉的話 外奧就要成功翻盤咯 那現在海戰部分 HERA雖然有領先優勢 但這個城堡拿不下來 這邊的大本贏也 終究也是拿不下來的 好 這邊的劍兵勇士想要直接突圍 後方的槍子開始射擊 這邊中午有機會可以摸到巨型投資機 巨型投資機被拿掉了第一台 第二台巨型投資機有機會 HERA這邊點下了球長科技 想要提升一下對七七兵的傷害 最後三台巨型投資機都順利拿下 肉馬的部分 還是成功扛住了劍兵有事的傷害值 HERA這邊看到這個情況不妙 趕快轉出戰毛兵 看這邊轉戰毛兵是正確選項嗎 感覺要轉個什麼中頭配槍兵 或是奴炮配槍兵或是配劍勇 可能都比配戰毛好上好多 總覺得維京人出戰毛兵不是一個很好的選項 畢竟肉馬打不贏就很尷尬 烏炮的話是誰都打得贏 除了頭死剩火炮之外 好 目前看起來 YO是透過買賣賺了非常多黃金 所以直接用大通車開頂 我馬就趕快爆產一波 好 正面這個城堡 雖然著火但也是依律不了 但左邊的劍兵勇士想要守住 把存出來趕快拆 好 守住趕快修理 好 正面的強弩 跟維京戰船對射 不自量力 維京大戰船直接大爆射 現在強弩的數量開始持續下降 強弩真的不能靠近岸邊 維京大戰船還是比較猛 好 重心的部分有點撞戰艦 現在的部分是HERA沒有辦法 展出更多資源村民的樣子 好 說明書一直在103村 人口一直沒有滿狀況 好 HERA 這邊打了一些支 但我看不出來他是想要什麼支 好 威歐跟HERA瘋狂交流 好 結果HERA直接GG 威歐這場比賽順利拿下 威歐這裏打得非常漂亮 雖然HERA這裏是看起來 有點小小失策了 右邊完全扛不住一波強武佩洛馬的一個決策 中間挖了一大堆黃金卻輸掉了比賽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威歐的部分是拿下支援上勝利 直接贏了1萬支援了 黃金直接輸了2萬起跳 黃金輸2萬 威歐還是成功逆轉了HERA 這邊維京人打得有點 這也算是太專注海戰嗎 但是這樣地圖也確實要專注打海戰 只能說Wild的登陸戰打得非常好 這裡有非常多的射箭廠跟馬舟 還有這個工程器製造手 瘋狂少傲左翼 內容車的部分直接用強武加巨頭 拆掉了非常多的農田 讓HERA的資源獲取來源也是相當的不穩定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裡咯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請記得按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咯 各位掰掰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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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期待